这是台湾的声音 东莞 东莞 来来 记得 千万起床 再来说话不通 加油 加油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 没有被听见 参观我们是看到 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一些队友 是订阅的 未来你打算在台湾定居吗 可以的话当年定居 这边怎么说也是一个 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 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益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在今天节目里 跟大家来谈一个 我们比较少触及到的 影视消息 这个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猪扬情辩 这几天在台湾的报纸上 网络上影剧版的新闻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台湾艺人 罗志祥 也就是小猪 遭到中国网红 周扬青交往九年之后 爆出了分手的讯息 情断之后 女方就以签字文 来说小猪他的私生活 问乱 好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描述 我想大家在网路上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签字文 我们就不多说 但是这个议题 实在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也包含说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分手 可以怎么去分法 或者是如果 当您要分手的时候 您的另一半 可能是恐怖情人的时候 该怎么办 当然这些话题 听起来都有点严肃 但是我们今天请到 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 戴申风教授 跟大家用另外一种口吻 另外一种思维 来看这个影剧版的 头版头条 朱扬请便 戴老师你好 宛如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既然宛如这样讲 我就要用 综艺的感觉来讲了 另外一个 不要那么犯罪防治的角度 在上个礼拜 就出现这个讯息之后 没想到一直每天 都有新的进展的报道 大家好像另外一种 形式的追剧的感觉 现在网络把它名称 叫做猪羊变色 也就是说这个 演艺人员的感情问题 在我们可以说是 今年疫情以来的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知名人士的 这种波动的现象 的确拿到了很多人的眼球 甚至还不是两个人的问题 是多人的问题 对就是后续的朋友们 不停不停的 就是说来道歉 甚至家人也必须 出来做些澄清 或者一些网友 在留言上面的谩骂 是否被截图了呢 或者今天是否有 后续的一些法律问题 那甚至在台湾 也有很多的两性专家 沟通专家 甚至我还看到 婆媳专家都出来了 对就说 其实好像周扬青小姐 跟其实跟罗志祥的罗妈妈 那他们好像感情很好 是是的确 感情好 也还没结婚 怎么会有婆媳问题呢 这个我在看到 这个议题的时候 对有一点点的 好像跳太快了 这种感觉 是这个时刻 好像大家看到 都想插一嘴 或插一脚 这个大概就是 震热度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当然 罗志祥这样子的状况 也影响到他的形象 看到很多的大陆的节目 恐怕未来都会受到影响 不过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 两性专家 或者是心理专家来说 像也是戴老师的专业 我们就说台湾很有名的心理医师 邓惠文医师 因为这个事情在脸书上发文说 诉诸网路公审的情爱报复 不该被津津乐道 那他也提到自己的担心啊 就是说 不要等孩子成为恐怖情人 再来抱怨我们的教育 少了些什么 是 所以其实呢 我相信因为邓惠文心理师 在台湾不止 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 订阅率非常高 而且平常发声量也非常大 那发言上面相对来讲 也是属于这个在学历上 公平性上面 都是备受推崇的一位心理师 那所以其实换个逻辑来讲 很多人大概就会往 这个邓心理师的这个角度 下来去做思考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 和平的分手方法啦 或者有一个相对来讲 不要去接苍巴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老师 其实我看周扬青的签字文 除了事实描述好了 就是小猪的一些 在性生活上的 用这两个字淫乱 我们要这么说吗 但是其实大部分都还是 没有太攻击对方 对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情绪性的发言 没错没错 我要说的是这个 我相信周扬青他也说了 他其实呢 他们是在今年的年初 一月左右就已经分手了 那但是为什么要到这个 接近五月四月底左右 是因为中国那边疫情 也比较下降 新冠肺炎的疫情也下降了 那大家呢 在这个一百多天的 抗疫生活中呢 也比较平静度日了 那在这一些 所以其实换个逻辑来讲 如果说周扬青小姐说的 一切属实的话 其实他换句话来讲 他可能是想要把感情 做一个总结 这件事情呢 来做一个记录 那只不过这个记录 当然呢 就试涉了这个感情 两造双方的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 会不会是 当然背后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他所呈现出来的 其实是对于他曾经爱过的 这一个男朋友 也就是罗志强先生 可能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 就变成是一个女性 观察到自己男朋友 他们看了手机之后的 这样的一些连续性的反应 是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邓慧文医师 他谈到的是一个 情爱的报复 但我自己是没有看到 太多的情绪性的字眼 反而是比较多 是提醒其他的女性朋友 不要再受害了 对 所以呢 其实如果说就 情爱的报复这个关系来讲 可能我相信邓心理师呢 他比较在意的是 这一个所谓的报复性件 对于男方的毁灭性的伤害 那这种感受 当然就带来一种 被报复的一种 我觉得原来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一个被报复的感觉 或者就是 这是一个遇事俱焚的做法 那但是呢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呢 两兆双方 男女两兆双方 在交往的过程中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互相观察 互相摄入 并且互相改变的一个历程 那彼此呢 他的人生呢 更多的承诺 更多的involve进来的 这种摄入的感受呢 他们就渐渐渐渐的 能够为对方做出 更多的一些 迁就也好 或者是一种 成长上的改变也好 那这样的感情发展 当然就会往一个比较 我们叫做 修成正果的方向走 但我另外一方面 来解读好了 就是当会文医师 他可能另外一个 在意的观点是说 怎么样分手 才能分得 不要彼此的伤害 然后诉诸 网路的一个暴力行为 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要换个逻辑来讲 分手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一件事情 分手是不是有和平的 这件事情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人际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谈论 那我觉得呢 人际关系会走到 分手这个阶段 想必他一定有 前端的亲密发展 所以呢 我们一个人际关系 如果说我们今天 只是路上擦肩而过的 这个陌生人 然后擦肩而过以后 就分手了 对不对 这种分手不会有任何的悸动 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那就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 其实台湾大概在四年前 五年前曾经有一阵子 有非常很流行 这个叫做恐怖情人的话题 那只是当时的恐怖情人 比较多都是这种 实际上的加害行为 情杀 那如果应该没记错 四五年前 这个案子好像一瞬之间 蛮多件的 那当时教育部呢 就请我们进行一些 专案上的研究 那老师这边在做研究的 另外一个角度 忽然间发现一个 很奇特的事情 也就是 其实恐怖情人 通常都是谁养出来的 很多人都说是 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从小养成的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恐怖情人的 这个成长过程中 亲密的感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 当你的感情有多亲密 其实后续的反馈 回来的恐怖性 其实就是成正比增加的 但是有的时候 像我们之前 节目里面也会谈过说 我们要辨别恐怖情人 有哪些特征 然后甚至分手 就当机立断 或者是说分手 不要在单独你我他之间 就是单独性的分手 而是可能带个朋友 会比较安全 但是好像大部分这种讨论 都是归咎于被害人的身上 就是你就是没有做到什么 所以才会被怎么样 这个有点太沉重了 对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 恐怖情人的相关案件中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不管是规则于被害人 还是加害人 我们都没有规则于他们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当我们说加害人 他的成长背景 他今天有高控制性 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常常会这样讲 这个人高控制性 自尊过高 可能有过度自恋倾向 什么什么 类似这样的人 未来有可能变成恐怖情人 的确没有错 但是我们换个逻辑来讲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交一个交往的对象 这个对象对你一点也不管理 它是属于不控制性的 它可能不主动的问候 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报告行踪 或者从来不会check彼此的手机 当然大家会觉得 这样的隐私好像很好 但是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仔细回想一想 会不会这样的感觉 情爱成分就淡了一点点了 那我们换个逻辑来讲 一个自尊的人 自恋一点的人 他可能会在意自己的外表 可能会在意自己的人格特质 他会显现出来的那一种自信的感受 很多情况来讲 我们会发现恐怖情人的前端 他往往是一个迷人的人 因为他很爱你 爱到死去活来的 然后也让你觉得 你掉下去 或者他很爱他自己好了 他把他自己本身就打理得非常的好 也成为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人 那所以换个逻辑来讲就变成了 一般说起来 当大家在苛责恐怖情人 或苛责恐怖情人被害者的时候 加害者跟被害者的时候 大家都忽略了在两人互动过程中 到底什么时候成为了 把亲密情人变成恐怖情人 这个互动过程才是重点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今天这个人 我们会发现一些很奇特的 情爱上面冲突所带来的犯罪现象 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 被害者往往都有那种一生被害的 这种重复被害现象 你说换一个男人 结果还是渣男 还是如此 我们就会发现好奇怪 怎么这个女生这么可怜 永生永世都在渣男身边围绕 或者这个男生怎么这么可怜 永生永世遇到的都是劈腿的女性 这问题跟结在哪里呢 对 所以这问题跟结中呢 会不会就是一个关系层面的变化 就是当彼此的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 在这个催化啦养成的过程中间呢 是不是彼此之间给予了不合理的期待 我们换个逻辑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猪羊变色的 这一个过程中 手机记录的这个检查这件事情呢 在目前来讲 我们能得到的一些媒体讯息来说 似乎是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线 对本来男生是一直不希望女生去看他的手机 结果女生不经意的 其实九年了也都不看 其实也蛮长的一段信赖戏了 是是是 但是最后看了就爆开了 对 所以呢 其实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呢 九年这过程中呢 都不看手机所能得到的信赖 这个跟第九年看到的第一个那个感觉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晴天霹雳的感受 当然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周小姐提到的 这九年的时间我在做什么 这种感觉我觉得才是一个 在一个关系产生质变过程中最大的伤害点 就是自己这九年来似乎就是 毫无存在的意义 这样子的感觉过完了 那这种时候呢 对于我们不管是加害人还是被害人 在感情过程中检讨起来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的筹码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也看到小猪他是不断的道歉 低姿态 然后甚至呢还说所有曾经被伤害过 那其实这个所有曾经被伤害过 等于就N个 对后面那个数字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到了 那但换个角度上面来讲 也代表呢小猪可能他自己也会去设想 后续的防火墙要先设好 要先把它组起来 省得这些曾经所有的这一些被害者呢 又有一个声讨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猪羊变色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女性形象 我们下个阶段再来聊 也就是说通常女性受害者 在媒体上的展现的形象 跟这一次似乎是不太一样 我们等会再请戴老师分析 大家好 我是健保署署长李柏章医师 口罩3.0 4月22号正式上路 只要携带健保卡前往超商 即可预购口罩 预购步骤选择方便取货的四大超商服务机台 点选王毅大作战 插入健保卡 填写口罩订购资料 列印缴费单完成缴费 使用网路或健保署APP 完成口罩预购后 都可以直接线上付款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邮及关署提供 各位听众 因应夏季频率实施 本台将从3月29号起 恢复华语网19点到20点 短播7235千和频率 欢迎收听 有的时候我们以学力断定高下 有的时候我们用肤色区分他人 有的时候命运不是自己主宰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六点半到七点 就要听晚报与您聊新闻 谈生活 听故事 打破同温层 听见那一种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继续回到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们请到的是戴生锋教授 跟大家来谈感情问题 戴老师感情 经验丰富 我们处理过很多案件 个人本来讲 当然有一些风花雪月的人生 大家走一圈 但是都很平顺的分手 就是结束的那一段 反正走了就走了嘛 不然也不能怎么办 也有追回过啦 其实我其实要讲的就是 到底怎么样成熟的 去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特别如果在情窦初开啦 对感情是一个很看重的 一个阶段 或者是在结婚以前 这些都是一个 人生必经的过程 没有错 所以戴老师 走过风风雨雨 然后也看过很多的一些 因为感情而造成的情杀案件 但我接下来要请教的是 如果就一个被害者的 角色形象来说 在这一次周杨卿小姐 她是一个在网路上公开 她的受挫 她的感情不顺利 这也跟过去 好像男人犯错 犯了一个 女人要保护她的这个立场 有没有 对 很不一样 对我相信呢 这些重大的演艺人员的 这种出轨 或什么事件呢 当然最经典的 大概就是陈隆大哥 这个我们这样 大概这样讲 就知道大家 整个的来龙去脉就知道 那也很幸运的 还有一个显内住呢 做了他的一个 万全的家庭的保护 这是在有家庭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确会认为 我们甚至这样讲 我们现在的角度 如果是约听大众好了 约听大众不只会认为 这一个妈妈 应该要保护家庭 甚至更重要的是 会认为这个太太 应该要守护丈夫 以避免家庭破碎 这个是我们东方思维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 以家庭为贵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所以当时呢 我们站在 如果以陈隆大哥的 这个案件来讲的时候呢 媒体已经在 行诉了一个 也就是这种感情出轨 或感情冲突事件中的 女性角色的应当样态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 很奇特的事件的历史点 那从那件事情之后呢 屡次屡次屡见不爽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 很心痛的女性 最后还是愿意 重新接纳她的男性 有人回到身边来 那这个男生呢 不管有再犯 还是没有再犯 总之美好的结局 就是两个人重修就好 但是这个是我们媒体上 知道的重修就好 那真的不行的话 也许最后走上分手意图 但是我们都会发现在 分手的时候呢 女生反而似乎 在整个的过程中 会让人家觉得 你为什么之前原谅了 现在你又要分手 为什么这个家庭 你有气质不顾等等 其实整个的 这个乐听大众的风向 很快速的 一会回过头来 责备这个女性 这一次周杨卿跟 卢志祥先生之间的 这间的事情呢 比较让大家会去觉得 震撼的就是 女性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理性的陈述观点 来去剖析自己 九年的情感 并且记录自己男朋友 发生的点点滴滴 大家反而吓到了 所以我觉得 很奇特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那个 这张青小姐的那个 她后续的那些 微博上面的一些 留言或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的确都发现了 很多都是女性的支持声音 男生几乎没有留言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 我不晓得能不能这样看 就是一个女性 在这个时代之下 怎么去面对自己的 情感受挫的 另外一种 女性主义的呈现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奇特的对象 就是在这样的 反过来一个 更有趣的部分 在卢志祥先生的 不管今天是脸书 还是粉丝页里面 或者他们的 节目里面的 一些留言板 发现骂罗先生的 十之八九都不是女生 而是男生 对很奇特 就像我其实呢 我们很多高中 自己的同学团里面 也会发现呢 大家调侃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调侃男性 那这一次的这个对象 就整个是反过来的 我就觉得 好有趣哦 为什么出现 这个奇特的变化 那换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会认为 会不会是一个女性的 一个在感情上的主导 跟女性在感情上面 不再是一个 纯粹看戏的 或配合的的 这种我们叫做 配角角色 这种的扶正现象的发生 嗯 没错 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这个议题上 很不一样的转变 其实也想 透过这件事情 猪羊变色中 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们学到了些什么 其实女性哦 不要再委屈 以为可以求全了 对 其实这个是 这一次事件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也不是说男生 就要委屈求全 当然 对 而是呢 这两个男生跟女生 或者是男男或女女 我们现在其实 不能讲两性 不能两性了 在性别多元的这种 性别交往的关系里面呢 其实没有一方与 任何一地方 需要去委屈求全 双方其实是呢 站在一个 我们彼此平等的状况 下去谈的时候 你的付出 跟你的回收 才能够感受到 平等的感觉 而不会让人家觉得 是我付出这么多 换来一片空的 这样的一个失落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 还想扳回一点 什么的时候 也许这种分手信件啦 或者是甚至是 更激进的一点的 恐怖情人的 一些手法就会出现 如果我们再 引申到别的地方 就是网路 是不是可以成为 一个分手的媒介呢 因为现在是个网路时代 而且很多学校年轻人 都是依靠网路为生 可以这么说 那要分手 我要在网路公开 说这个就是一个渣男 或者是他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另一半 适切吗老师 其实呢 网路上面的讯息公开 回到一个很奇特的点 就是我们时常都会说 网路是一个公开的原地 其实各位可能忽略了 当然网路的确是公开的原地 但是对每一个 使用网路的人 网路却要有极高的匿名性 这就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甲定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甲定网路是一个公开的大操场 但是其实每一个在这个操场上运动的人 其实都戴着面罩 也就是呢 所有的人都可以以非真实的身份 在网路上面游走着 所以呢当我们今天这种分手相对来讲 比较属于私密的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呢 我们在这个广阔的大操场上公开的时候 难保就不会被这一些戴着面罩的 看似是一个群体里面的单一个体 所影响或者是给予他们一些攻击的机会 对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好像别人的八卦事件 每个人都想参一角发表一些评论 即便我不是当事人 我也对当事人完全不了解 但是我在网路上好像都可以说一句话 那说完之后不用负什么责任 对所以其实呢 这也是一个网路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发言的这一种责任感的降低 那这一些当然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专播学者 或者是网路犯罪的专家做了研究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搭配着这个新冠肺炎之后的这个 后疫情时代呢 我觉得这个现象 似乎会更加的恶化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就好了 就是我们为了阴隐心患肺炎的关系 所以像学校大学段呢 也开始进行这种远距教学的方式 那其实呢 远距教学对于老师来讲 是一个很奇特的尝试的机会 因为我们通常上大学部的班 一个班大概四五十个人 比较大班型的教学 我们可以点名 我们可以看到同学到 但是呢 今天我们其实在网路上 我发现我使用远距教学的那一个礼拜 到课率大概都不到五成 也就是点进去的账号 大概有一半的同学点进来 我觉得后疫情时代最大的变化 也就是网路的实体生活出现了 我们以前会觉得网路是一个虚拟的生活状态 对 那现在其实没有 没有网路 我们的实际生活也出现 反正大家面罩一戴 不是面罩了 口罩一戴 其实跟面罩差不了太多了 对 就像很多老师 我们有几位老师聊起来 讲说 其实在学期上课比较轻松 因为口罩戴了 我嘴巴遮一下 干嘛遮着同学 满意或不满意 他们看不出来了 表情被遮住了 对 但是对我这种以表情过日子的人来讲 我就很幸运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同学到底听懂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同学到底喜不喜欢我的上课模式 所以呢 这个学期反而变成 我们就要去调试非常多的这种 在稀少的人际讯息 高匿名的社会环境下 我们的生活模式 而网路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我们大概人类进入网路社会 大概十几二十年的这个预期呢 刚好在这个时候 整个就要爆发出来 大家要实践 不过在分手这一块上面 就是我如果把它公开公诸于世 那也就是让 那我觉得也有一个坚决条件 我要不要开地球 如果是在脸书上的话 我只想给我的好朋友知道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这是一个适切的方式吗 应该可以说这是一个方式 但是适不适切就要看后续 也就是什么东西 看到我们今天网路讯息的人的水准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后续发酵之后带来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发言者也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其实换个逻辑来讲 等于当您把所有的讯息 放在网路上的时候 你就是把自己处于一个 毫无可控性的一个场域里面 但是如果为了想报复对方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问题 对这感觉起来 倒是感觉起来是很有效 因为从报复的观点来讲的确如此 因为当事人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 蹦他可能一照醒来看到 原来原来是从千字文指责的是我 然后巴达巴达巴达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后续在发酵的一个状况 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状况的确是 不管在任何的这一种网路上面的 分手性各方面都好 其实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再持续处理下去的 一个人际的毁灭状态 没有办法再处理下去 就是两个人真的就决裂了 老死不相往来 甚至是我觉得对不公堂的都所在多有呢 如果是散布不雅照片 私密照片的话 这真的就是一个处籍法律上的行为 对这就是犯罪行为了 老师最后还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真的是在热恋中的情人 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些影剧版的头版头条 我们真的学到了些什么呢 也不是奉劝啦就是我们在一个分享上面必须要去了解的 其实感情呢并不是每一条路都会走到恐怖情人这一条路 决绝大部分的感情都还是甜美而且是温馨的 那当然呢在恐怖情人的这个互动过程中 保持自我的一个清晰感 然后呢同时呢要求对方适度的释放讯息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权利 我们应该要让对方知道说 我也有权利知道你的一些目前的行为样态 或者是你是不是多能给我知道一些 当然呢看手机与否这件事情 其实我相信未来手机的加密功能应该会越来越好 搞不好大家可能更看不到点什么 那是就是一个信赖嘛 我觉得到底要不要去查伴侣的手机 这个就是交给每一位正在热恋中的朋友们你们的想法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讲 每一个人在看手机之前都必须要先点一下 在这段关系中我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我能不能承受看完手机之后的变化 可是如果真的对方做了一些不轨行为 那我真的要忍住不去看手机吗 这个其实不轨行为的前端都会有所感觉 有一些这个线索 就是比方说生活习惯的变化啦 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不应该出现的一些纪念品啊等等的 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司机的讲法就很好笑 他说教各位太太们怎么去观察老公 有没有那个小三或者是上宾馆 他说只要看你老公呢 平常都是泡茶 忽然间有没有茶包跑出来 或者大家平常吃的人有没有那种很小包的那种临时小包装 这是旅馆才会有的 旅馆才会有的 对对对 那就有一堆那个老公的那个老公的那个团呢 就讲说以后这些东西都不能拿了 现场吃掉就好了 很有趣的一些说法啦 我相信这些东西都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 所以也怪不得戴老师每次来央网录音都是当天来回 对而且我都会自己带茶叶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在这个欢笑当中呢 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好谢谢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的戴胜峰教授 再度来到我们就要听晚报 谢谢老师 谢谢 好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想法或意见 或者是觉得戴老师讲的 嗯我觉得不太对 都可以来吐槽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公开的原地哦 对我们其实也没有再特别要说哪一方是对是错了 当然很希望大家在这个议题当中看到一些什么 能够把新闻看得更透彻 所以您有意见可以随时来信给宛如 我们的email是wan at rti.org.tw 好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咯 我们明天再聊也谢谢戴老师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